3月10號中午12點 肩負第二批武漢包機任務的華航 從淘機起飛 被視為兩岸戶地橄欖枝的重大突破 陳明通用字遣詞小心翼翼 尤其二批包機卡關一個多月 能成局可是府院等高層 突破了重重關卡 蔡總統主張橫冰模式包機 大陸主張非撤僑包機 一度僵持不下 但台灣有為何不讓國人反過壓力 大陸也不想背負台商 如果在大陸染病的後座力 在兩岸談判人事斡旋下 有默契的認為健康第一前提下 與其爭執不如兩岸在防疫上 可示範一次怎麼合作 雙方達成共識 防疫專機定調特殊包機模式 要弱勢優先防疫優先 良力而為持續不斷的溝通 現在漸漸有共識 所謂的共識就是各退一步 華航在台灣檢疫人員到武漢 接著再送235名台胞返台 守住橫濱模式 大陸派出東航也載235名台胞 避免撤僑班機 雙方禮子面子都有了 二度包機接回台胞 健康跟防疫 證明可以是政治以外的溝通語言 記者林中正 李孟昌 陳為了台北 採訪報導